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艺术家陈欣浩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展览 这次展览是我最近几年实践的一个总结 它们包含了从2018年开始 到今年在瑞士驻留期间为止的一共9件录像 这9件录像不管具体的地点发生在哪里 它们都是在谈论一些和云南相关的话题 另外一个共同点是 在这些不同的录像当中 我都把自己的身体置于镜头的前面 作为一个具体的肉身 介入进具体的情境当中去 由此试图牵引出一些非此不可才能获得的感受 在最早的《风往南瓜》当中 我是去到了我之前拍摄作品的 《玉龙雪山3700米》的一个峰顶 然后在接近十几的大风当中 我试图雷起一根石柱 但这根石柱最后在狂风当中轰然倒塌 而由此夜幕降临 而在《月深》当中 同样是2018年的另外一件作品 我站在昆明城边的长崇山顶的一块岩石当中 以同样一个姿势保持了两个小时 而在这两个小时中 月亮从城市后方远处的山后逐渐升起 直到消失在了画面外面 而加速了20倍播放的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那些平时感觉不到运动的东西 都在快速的移动 而那些平时运动的东西 比如说人的身体 却像石头一样静止和沉默 然后是《怀抱有石》 《怀抱有石》是在美国驻流期间拍摄的 实际上我在Vermont的一条溪流当中 用了三天搭建起来了两百多座石塔 然后按照我记忆当中的某条美丽雪山的河流 然后把这条异国的 《from nowhere》的一条河流重新搭建成了云南的一条溪流的样子 然后在这样一个奇异的场景当中 我用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整条河流的画面 我从远处走来不断的捡起河中的卵石 它们溢出了我的笔弯在不断的落下 也在不断的捡起直到消失在河流的上游 同样和河流有关 2018年的另外一件作品《过河》是关于昆明的河流潘龙江的 实际上我来到了之前曾经过河而失败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当时的四年之后 重新完成了这一次跨越 但是石过景迁 那个曾经的场景已经完全不同 以类似的形式 在2019年我又进行了另外一次跨越 就是过河南盘江 不同的是这次跨越是在一次 是在一场洪水当中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洪水对于云南的河流 每年都会发生那么几个月 而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我父亲小时候居住的一个小镇 盘西的旁边 在这样的洪水中 它当时只有十几岁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喜欢在这样的洪水当中游泳 让自己被冲出去几公里 再从河岸上走回来 而当时的人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危险 但是对于我这代人来说 但是我试图去完成这样一种代际之间的对话 于是我抱着一根木头 一根被拆下来的房梁 走进了这样的洪水中 挣扎着流向对岸 而在2019年底完成的作品《至海洋》当中 这则是一次长途的旅行 我从昆明出发 沿着滇越铁路走向越南 走向铁路尽头的大海 滇越铁路在中国一共465公里 而我就走完了这所有的465公里 而每公里我会从地上 从铁轨上捡起一块石头 带在身上 那么在这19天的长途跋涉之后 我身上背负的重量已经超过了20公斤 而我也由此被推向了某种极限 以这样一种前现代的旅行方式 我在这样的一条一百多年前 由法国殖民者建成的铁路上 又重新进行了这样一场 现在的我的记忆与历史与云南的土地尺度 现代化之间的这样一场对话 2019年的三平路向环规何处 发生在云南和越南的边境线上 在这件作品当中 我扛着一株从山上 被雨季的洪流冲到 往人的村边的一株浮沫 沿着河流不断地上速 走了七个半小时 最后把它送回到了河流的源头 就是它曾经所在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也是中国和越南界山的最高处 也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边境线的所在 而今年完成的两件作品都是在瑞士苏利市主流的期间完成的 其中一件可以和致海洋有某种有趣的对应 就是Darien 把它向下游搬运 然后直到十天之后 有一次意外 这段旅行就结束在了瑞士和德国交界处的 博登湖边上的城市 康斯坦兹 再之后 我又做了另外一件和莱银河有关的作品 就是延长县 它是在瑞士奥地利和列治敦士登的三国交界处 我沿着列治敦士登和奥地利的最后一段 没有任何标记的 在田野当中穿过的一段奇异的边境线行走 然后最后这条边境线将我引进了莱银河 我最后走进莱银河 然后挣扎着游到了河中央瑞士的边境线处 然后就是用身体描绘了这样一段抽象的线条 这条边边边边加进莱银河 这条边均冢了 恭继郎